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盘中走势 可以看到大盤在今天 是下跌1.75% 我们游标移一下 1.75% 可是观众朋友 你敢知道OTC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OTC OTC是崩跌了超过三个百分点 大跌3.38% OTC市场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大概很多中小型股的投资人 都接到一页员的电话 当然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也破底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回头来看 此时此刻 现在傍晚5点44分 到底国际盘现在表现如何呢 其实DOTC在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是休市的 不过期望还在交易 DOTC其实没有跌还上涨 上涨了0.33% 其实礼拜五也是涨的 为什么台股漏个咪咪貌貌呢 不止台股漏个咪咪貌貌 韩国股市漏个咪咪貌貌 那达克目前画面上所看到 还上涨了0.62% 我们来看欧洲股市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也是在盘上的 包括德国 法国 英国都在盘上 虽然只有小涨好 法国是小跌 我们来看油价 西德州原油 目前是下跌的 下跌0.73% 最新的报价是110.62% 所以来看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到底 发现什么事情呢 那达克在礼拜五还上涨了1.43% 此时此刻的期货盘仍然是上涨的 但日韩台都下跌 特别是韩国股市创下一年7个月的新低 重衰了2.04% 跌幅非常的重 在跌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的传产股普向钢铁 普向钢铁目前在今天收盘时大跌了 3.81%钢铁龙头股 我们来看电子股它的热金电子 在今天也是下错 下错了2.69% 所以电子传产都跌了 韩国担心了跟台湾一样 担心停滞性通膨 担心高通膨以及经济衰退 两件并发 所以回头来看在今天外资 但今天外资其实卖超的数次 远比我们想象来的小 在今天是大跌了273点 我们以为外资要卖超百亿 但是只卖了85亿 但只卖85亿台股竟然就惨破地 台积电看到四字头 货柜特别是货运三雄创下新地 而融资断头已经万劲启发了 有将近20家小股本的个股 打到了跌停板 而气息卖压也非常的沉重 出现了气息大逃杀 荒乡新唐跌破了季线 而投信是不是提前结账了呢 包括创维 汉祥 耿鼎都打到跌停板 我们稍后一一帮你来做解读 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采音所助理教授 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邀请到资认分析师汪海华 阿关好 大家好 采音专家 赖先生 倩哥 阿关好 大家好 邀请到国泰政权分析师蔡明翰 阿关好 大家好 以及资认分析师王业亮 专家好 大家好 稍后为您视讯联系 万宝头顾董事长朱诚志 我们赶快带您来关心的是 鲍尔应杀全世界吗 到底是谁杀了全球资本市场 鲍尔一席话 竟然让全球秃鹰全面出动 开始拘杀资本市场 特别是桥水锁定了欧美债券 所以我们来看新闻在街谈到了 Fed 特别是鲍尔说 他要无条件穷其一切手段降统统 这是非常鹰派的说法 在这情况之下 许多做空机构全面出动这一头 当然包括赫赫有名的桥水 桥水锁定了欧美债券 他赌欧美债还会持续大跌 老师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到这个鲍尔这样子说的话 问题是他接下来的动作会是怎么样 穷其一切手段无条件降通膨 我们现在联准会 今年还有四次的会议 下一次是七月份 目前他已经说大概就是三马了 可是接下来九月十一月 因为选举的关系有可能暂停升息 到十二月剩下一次 问题是如果你现在用Fed Watch 取得这个利率期货去看的话 目前市场上预估到年底的利率是 三点七五趴 现在是一点七五 表示你还要升八 那如果七月份升三 九月十一月如果真的不升 或者是升一 那是不是还有到十二月 那到时候你要补 补升吗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缩表 现在六月份起开始缩表 可是照原本的计划 是一个月要缩950亿 但是六月到八月 这三个月跟你说打对折 缩475亿 那九月份你要不要回复原本的950亿 现在就已经这样子了 如果到时候又回到原本 缩的950亿 每月缩表950亿 那问题真的就更大 但是朱老师 这个问题这么大 鲍尔斯 阿兔阿里 美国人 为什么他这句话 美国股市不怕 亚洲股市挖得要死 市场永远都是这样子 过去几次的这个金融的大问题 你从2000年网络泡泡泡 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每次都是美国放火 但是都熟熟猪鼻 会熟猪鼻就对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现在 这个消息一出来 所以突鹰就蠢蠢欲动了 最大只的突鹰 那当然就是桥水 因为桥水现在是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避险基金 我们都知道避险基金 基本上大概就跟突鹰是化上成套 反正就是做空基金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不能说他们都做空 因为它是多空都可以做 可是摆在眼前桥水 它基本上就是放空 因为从欧洲欧盟 他们跟欧盟提供的报告里面 怕死人 你有没有看到我做的这个表 洋洋洒洒十七档做空标的 要注意欧盟的规定是 你的部位里面超过0.5%的 你就得公告 所以这个只是 放空占比0.5%以上的 如果低于0.5%的是没有列的 所以他做空的标的不止这张表 当然不止这张表 所以我们就看这张表的 这十七档最多的 第一名是什么人 居然是艾斯摩尔 光艾斯摩尔它空了十亿美金 那这张表很有趣 你看到这十七档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里面最多的是金融股 有八档 那再来科技股有三档 那我们刚刚说的 艾斯摩尔有一个对不对 注意哦 还有英菲林 还有英菲林 还有这个斯奈德电机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电机股有三档 化光股两档 能源 注意油价还在涨 它居然也放空能源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原物料确实有一点回档 那再来还有银件股也有 所以基本上它告诉你 什么类股它都在放空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全面看空了 这要特别去注意到 因为在过去 这个桥水基金 它在看市场 很奇怪 我大概去分析一下 它长时间的操作 只要是市场不好的时候 它特别准 市场好的时候 它也不见得准 最明显的就是 本来它比较会做空 真的 2008年金融海啸 我不用多说 都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知道 它早在前一年 2007年 它就去跟布希总统警告说 要出大事了 会有银行倒闭 那时候不相信 最后没事情 它当然就去放空 所以2008年我们知道当时市场上 不管你是谁 基本上几乎全死 当时市场上 投行来说 大概就只有高盛还能够赚钱 其他都疲惹 更不要说破产的雷曼兄弟了 可是2008年 它的基金还有赚了9.5% 当年美股是跌40% 它还赚钱 那就很厉害了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近几年好了 2020年市场是不是很诡异 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大跌 后来是美国开始救市 是不是又大涨 结果他在当时 他就是觉得就是会空 我一直凹 结果他2020年就被嘎到了 所以他赔钱 去年市场是不是一片大好了 结果他好死不死 他去压陆股 他觉得陆股也会好 可是陆股是不是去年 发生一大堆事情 所以他也赔钱 他怎么被今年 要把它通通补回来 问题是今年 真的有点弹 来 大家给大家看这个表 这里面有两条线 上面这条黄色线 就是它最有名的 它的主力的这支 Pure Alpha这一档避险基金 你看它的走势 跟下面那条黑色的是 其他的避险基金 今年以来的报酬率的平均值 有没有看到 它遥遥引先其他人 所以它现在去放空这些公司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 放空第一名是艾斯摩尔 我们是不是心肝会中三个 因为我们台湾最关心就半导体 因为艾斯摩尔许到台积电 许到台积电有一个许到陆行资 许到陆行资 他说的话可难听了 他说 不要以为我们到海外设厂是件好事啊 可能是请俊入问之后 把我们当作技术移转的打工仔啊 真的 当然它是问号啦 它没有说不是惊叹号 也不是自己 他说要想看看是不是这样 对 他就说那两个情况嘛 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真的是出钱赞助你 你要做你还是主导权嘛 第二个就是当阿关说的 就不一定了喔 我出钱给你来做 可是你要听我的 甚至是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如果是这第二种状况 那基本上陆行资产就说 那你的问题就大条了 那再来就是台积电不管是过去或未来 几个海外投资路行 就很明白地告诉你 基本上你的收益都比你原本在台湾的 都还要来得着 真的也是这样子 说话一听爱 你去美国也好 去日本也好 或者是在讲的新加坡 或者是到欧洲去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政治考量远大于实际上的营业的收益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你的考量不是基于你的营业 而是基于其他非经济因素 那你当然不可能有好的营收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好 那不管怎么样了 对于台积电 或是其他的半导力厂商 我还是要往前走 人家唱衰我不能就让你唱衰 所以现在台积电 或者是三星或者是Intel 最重要的是抢先进制程 这个先进有多先进 不是现在大家讲的这个 而是开始讲所谓的埃米 来 什么叫做埃米 我们自己都讲奈米嘛 现在要进入到埃米时代 来 一奈米等于十埃米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 就三星或者是台积电 我们现在准备进入到两奈米 两奈米就是二十埃米的意思 因为接下来大家就不会看到一次进步 一奈米 一奈米 以后再来就是零点几奈米 所以这时候就会换一个单位 改用埃米了 就是略来略想 可是你要进入到埃米时代 原本的EUV机台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要这些最大的三家 要抢这个东西叫做高速值孔径的EUV 这台机器我们在过去节目也介绍过了 最重要的重点是 一台机器3.4亿美金这么贵 而且是订了要两年才能够交货 现在告诉你 三星台机器跟Intel都已经订了 问题是谁可以先拿到货 哎 是没有没有说 所以大家都说 我先我第一我第一 问题不知道嘛 现在就是谁先拿到机台 谁有可能就是未来下一个世代的领先者 问题是投资人最关心的是 已经看到四字头的台机电该怎么办呢 特别是现在台机电已经好多500壮士 所以我们请汪老师带我们来看 今年以来持有10张以下的台机电小股东 持续在暴增 而且很多人零股交易 把台机电当存股 问题是台机电能够当存股吗 还是台机电还有可能再跌呢 台机电在500块呢出现了 好多人在500金去买 现在被戏称为500壮士 对 没错 这上个礼拜五我把它截图下来的 台机电的盘中走势 这边是6696张 最高有超过7000张的台机电的买盘 不过这7000张应该是户盘的官股券商买的 因为一般的散户可能是100股100股的买 因为100股就要5万了 所以说今天又跌破了500 然后盘子尾盘的时候有往上拉到502 然后收盘到498 所以这边网友称为他们是500壮士 500壮士 那500壮士怎么办呢 对 500壮士怎么办 已经有一头拉骨的600壮士 死在沙滩上了 现在又有500壮士了 现在已经来到4字头了 对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 嘴巴说不要 心理却很诚实 身体却很诚实 口鞋体正确 台机电就是这个情况 营收说很好 可是骨架却很诚实 所以其实台机电在突破 跌破600的时候 就不要当600壮士了 其实600的时候就应该要先出了 然后这边每次都是假跌 假突破 杨印钞叫我们买 杨印钞 真的 杨印钞会印钞机吗 好啦 所以他破600之后 其实都在这条线是 这是月线 月线 在月线之下 都是很好的卖点 对 只要假突破都要卖 假突破都要卖 现在又变成不乖离 又很难处理 所以要等它 等它再涨回月线的时候再卖 那还是我们来探一下 400多块真的很便宜 基本上 因为基本上空头走势很难反弹 而且现在是一个大逃杀的状况 我们等一下要来投一下票 四字投的台积电不能卖吗 但除了台积电之后 我们也来看一下台积电相关概念 好 我觉得台积电相关概念 我觉得细晶圆上面是 中美金 合金跟 深阳半导体 我觉得它们是一挂的 都是台积电的上游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 如果是资本支出越高的 就是到最后可能会 供过于求的产业 可能还会再继续补跌 所以你看深阳半导体 中美金 合金 我觉得继续跌的机会还很大 这三档有可能持续在跌 对 那这三档呢 翰磊 锦硕 中砂呢 翰磊跟台积电一样 它是做晶圆代工的 它原本是MOSFI的 台湾最大的代工厂 可是现在有一个疑虑又出来了 因为产能 其他的产能 已经开始慢慢消退 连MOSFI的一个需求 都可以开始供给了 所以说翰磊 我觉得它也会有一个 需求开始松动的问题 所以翰磊会补跌 那仅说ABF载版 当然也是资本支出过大 未来供过于求的机会都很大 所以它也是会补跌 那这个呢 中砂 中砂是做 信息也算是最强势的 对 中砂 我们都没有听过它什么资本支出 因为它是做钻石碟的 在鹰哥那边磨石子的 对 所以说比较不会有这种 攻击过色或是竞争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影响 所以目前它还在 这个月线之上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续报 好 半导体 大牌分析师杨英超说 600块以下币已经买 想不到一支BBB 币到500 现在又看到四字头了 四字头台积电到底能不能做多呢 认为可以做多的请举圈 认为不能的请给差 好 我们来看到 有一票圈 两票差 两票在中间 老师你给差 台积电 我本来觉得500块如果有撑就可以买 现在500块破了 而且很有趣的一个数字 你看到铃骨 上礼拜破500的时候 铃骨的成交量是创新高 上一次创新高是6月13 大家可能忘记了 那一天是台积电大跌 从530跌到516 所以在那些铃骨创新高 之后你看到量缩的时候 台积电一路跌 结果上礼拜五又再创一个 铃骨的交易新高 结果今天铃骨缩少了 今天只成交了226万股 上礼拜五是366万 整整少了100多万股 所以这个小股东的反应 其实很有趣 真的就是跟市场是有这样关系 空手的还好处理 问题是要是已经抱着 如果有六字头的台积电 现在怎么办呢 刚刚憲哥你给圈 对 那六字头如果是很多的人 当然这个时候要稍微观望一下 那是不是看看你 如果用融资买的话 如果有接到追缴令 那可能就要卖三分之一 还是卖四分之一 那如果是空手的 还是那些小白 台积电也不会接到追缴令 一股的这样买的人 你还是可以定期定额去买 那定期定额去买 你就不要死死的买就好了 你买了以后如果有反弹10% 你就把它买的就卖掉 然后就再等 等到跌回来再买 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训练战绩 一方面又可以赚钱 拿钱训练战绩 我们回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今天大跌了273点 创下13个月的新低 对投资而言 今年正是最惨的一年 特别是今年38万少年股市 也就是新开户的这些年轻人 或者在股市过去 比较没有经验的小白 全部产伦 韭菜被收割 现在这些年轻人还要面对通膨 和失业该怎么办呢 但外资在今天并没有如预期 卖超百亿 只卖了八数亿 对大跌200多点而言 确实卖得很少 但他只卖八数亿 就让台股惨破底 台积电也破底 连货轨三雄都破底 好公司频频破底 所以赶快为您视讯连线 万保头股董让朱承志 朱董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朱董 财卖八数亿 我不是说八数亿很少 而是对照今天大跌267点 八数亿比我们想象少多了 但只卖八数亿 竟然台股以及重量级全职股都破底 这是不是代表 市场多头的信心已经崩溃 那么这个盘要跌到哪里 我想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 的确外资卖八十五亿并不多 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外资 可以一天卖四百亿的 那八十五亿是非常小case的一个卖操 但是这样的卖操居然指数 它是一波一波往下杀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并没有跌那么多 它是一段一段的往下 这种盘最符合于这种所谓的融资户 自行两段 也就是还没有等到所谓的 类似像去年 在五月十七号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天可以减少融资一百六十几亿 我们在上个礼拜所看到的融资 大概三天减少九十八亿 但是我估量今天可能融资减的幅度非常的重 上周有一天开盘的时候涨两百一十点 收盘的时候跌一百六十点 那天其实外资也没有卖很多 后来一看就是融资减少了差不多五十亿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盘势 我认为是比较偏重在内资的最后融资余额的调整 在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加决股价指数最低点 五月十七号是在一五一五九点 那里变成了现在多空的一个关键 假如说我们把目前的股市 按照我有一张富途 我把它分为所谓的五波的下跌 或者是ABC波的下跌 这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解读成为一八六一九点 就是所谓历史天价 在当时我们是一月 那个对照组是美国的股市 大概包括了道琼标普跟重要的费半指数 大概都在一月份创历史天价 台股因为我们的台积电很重要 跟美国做一个联动的话 也在那个时间创天价 但是美国的股市走了十年的多头 才跌着半年 现在才六月份 就已经跌出一个空头了 因为美国股市的定义 就是从高点往下 如果跌20%就是空头 那么目前我们必须要说 台股还没有跌成空头 台股这个多头的架构还是存在的 你如果18619点 你要跌两成的话 现在还没有那么危险 但是没有那么危险 我们看到它这个形态上 已经出现是一个大的头肩底的格局 你讲的是头肩底还是头肩底 因为我看起来像头肩底 看起来像一个大帽子 所以应该是头肩顶吧 是 头肩顶 头肩顶 好 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图了 对 颈线的话 就是我所谓的 你用五波下跌的1 或者用ABC下跌的A 意思都一样 就是16764 你从那里画出来的这个线形 就左肩很明确 没有增益 在18034点 头部18619 这个也没问题 右肩在17770 这个右肩的位置比左肩低一点 都非常符合技术分析 非常的完美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架构的话 那这个下跌它是走五波的话 那这一次第五波的从16807跌下来 那就不可能跌的比初跌段更少 那如果跌的不比初跌段更少 它就会跌破去年的5月 15159点 换言之 万五可能都撑不住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防的 因为目前美国的股市已经跌成空头 那么台股还不是跌成空头 在这种架构之下 我们要慎防台股这两天 其实是内资融资余额在那边调整 倒不是外资在杀了 因为外资今年已经卖了将近9000亿了 我认为现阶段的外资 卖压不会太大 既然您谈到了外资 我们就来看外资在今天到底卖了什么股票 在今天外资是卖超85亿 卖的个股第一名是新光金 也卖了联电 特别提醒联电在后天要除息 明天是最后交易日 但显然外资在气息 还包括了中刚 台积电 阳明 站在卖方 华兴 友达 汉祥 中石化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外资的买超 外资买的第一名是 元大台湾50反一 不只买了元大台湾50反一 而且一买买多少 观众朋友你没看到 买了18万7732 187732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朱董 虽然你刚刚说 他大概已经卖了9000多亿 仓库的货也卖了差不多了 但他现在竟然去买台湾50反一 意思不是同样吗 对 他意思还是在偏空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对 这当然是代表外资心态仍然偏空 但是他手上库存没那么多了 也没得卖 但是比较有趣的 反而是外资在买的股票里头 也包括了连续两天百群创 我们大家没有人认为面板会看好的 可是不看好的 今天也买了6万多张 然后这也是 外资跟本国的投信在对坐 那外资在买这个群创 本国投信在卖群创 都是用6万张起跳 那这也是大决斗 然后另外刚才你所提到的 外资在卖连电 可能外资气息 因为外资今年总共卖了85万张的连电 这是天文数字 他卖了85万张连电 卖那个台积电也卖了78万张左右 可是投信连续两天 也是买进连电 意思就是说 连电的股价相对在这么低了 这个地方 大家的看法并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台股 它其实不是 基本面现在还有很大幅的修正 而是筹码面 而这个筹码呢 从原本第一阶段 外资卖得多 外资今年很可能卖超 会等于前两年的总 因为前两年加起来 大概9000多亿嘛 外资很可能跟前两年差不多 但是最近在砂盘的主角不是外资 而是内资的融资 那融资这种叫做你的投资的资金 的杠杆倍数 你当然压力更大 那比融资更惨的是什么呢 砂融资的股票不够惨 最可怕的其实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呢 在这一波也是崩盘 我们在差不多去年也没多久 是半年多前 比特币的价格逼近6万9千块美 最近它一度跌破了1万8千块美 这个上下的跌幅啊 最高纪录的时候将近75个percent 它还不算凶 以太币跌得更凶 所以现阶段啊 是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你是自有资金 老实说500块以下 你就算台积电被套牢一阵子 也不用担心 因为中长期 它绝对有机会反攻的 它也不是在看一个短线 连电 就算外资在怎么卖 今天又卖了2万多张 也不用担心 你看投信 它也敢连续两天的买 但是呢 如果你是扩张信用的融资 那这个很难讲 你的压力一定比别人多大 你这几天搞不好就是卖在最凶 最深的地方 那么我估计这个融资啊 会降到什么程度呢 在去年融资的最低就是5月17号 就是15159点 当时的融资呢 是一天减少162亿 但是当时的前一天呢 2308亿 所以现阶段的这个融资 我估计今天呢 就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水准 所以融资最往下 我估量差不多100亿左右的空间的调整 也应该会出现一个短中期的一个底部 会有一波反弹行情的期 好 谢谢欧姆头部董事长 朱晨诚接受我们的视讯联系 所以朱董特别提醒 万无有可能会守不住 同时现在是一个自杀派 也就是融资自断手脚 所以当融资如果一天 大减超过百亿不排除 短信有酝酿反弹的机会 那么回来持续带你来关心 鲍尔放鹰杀了全球 鲍尔说无条件的 秋期一切努力要降通膨 此话一出啊 这个老鹰一放出来之后呢 亚洲股市惨稀惨 秃鹰呢开始狙击欧美的债卷 连外资都开始疯狂撤出亚洲 问题是哪些泡泡会破了呢 油料的泡泡会破了吗 航运的泡泡会破了吗 甚至电动车的泡泡会破了吗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泡泡 油料在创新高 特别是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最近开始这两天开始出现雪崩 很多人担心 2008年的金融海啸灾现 有这个可能吗 OK 确实目前已经有看到这个迹象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08年当时的背景 当时确实是一个高通膨 那重点你可以看到 这些市场来讲 几乎都集结在亚洲 这可以看到五个percent 甚至到十个percent 但所有高通膨都卡在亚洲身上 越南那时候超过25% 对 是 所以2008年同样的通膨也很高 对 对照现在基本上还是很快 但是细节不同 你看刚才我们也看到 有所谓四成七成的这个通膨 突然其实70% 对 斯里兰卡39% 但毕竟比较小国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点 还是要这个大经济 美国8.6 欧洲 欧洲在8到10个百分点左右 可是那重点在哪里 我们刚刚提到 上一次的出事的是在亚洲 这次出事的是在欧美 其实对比来讲 其实这次的风暴相对 假设真的泡沫来讲 其实会比上一次 可能会更加的大 好 原物料也出现了 跟2008年很雷同的情况 2008年很多原物料是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大幅度回到 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 西德州原油三天跌了10% 大陆的铁矿石期货四天跌了20% 大陆的焦炭 光光今天跌了11个百分点 美国小麦期货两天跌10% 这些都是创下新高之后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出现大回档 对 其实跟当年的这个场景 有点类似 我们直接看到一下 其实当时的油价 08年当时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而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 那时候到147.27 对 大家可能都有还有点印象 当时的这个接近150的油价 而且我跟大家讲这次跟上一次 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同 上一次的这个高点来讲 跟股市的高点非常的接近 它几乎在同时就往下回落 但是大家想一下 现在已经6月了 股市从1月就开始跌了 今年来讲 所以今年是股市领先员 为了要先跌 原因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 大家都没想到 就是因为恶物战火 因为一打了 所以攻击不足 所以它有办法在这种景气 开始不太明朗的情况下 仍然有办法撑在上头 那如果整个条件都很像2008年 2008年当时有次贷风暴 这次也有吗 现在房地产也有危机吗 应该这样讲 现在有看到一些泡沫的一个迹象 我们先来讲这个FED的动向 到底跟这个所谓 目前在当时的次贷风暴的差距 目前确实有这个 所谓高通膨的问题 目前可能 有可能就是三条路 那一个就是它所谓的 升息速度过慢 简单来讲类似去年 就是有点升息过慢的问题 那这个有可能出现 停滞性通膨 就简单来讲 就是物价不断的升高 但是你赚的钱 但是你赚的钱 对 赚的钱可能是不会增长 所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经济自然衰退 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 比较不好的 就是升息过快 那物价虽然压抑住了 可是经济崩盘了 那当然现在FED 一直想要想办法走中间这条路 就是升息的速度是刚刚好的 物价获得控制 简单来讲这两个 就是大家讲的硬着路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软着路 那明翰你看会是哪一条路呢 这三套剧本 我们不要预估 我跟大家讲 这个其实上礼拜FED 它的纽约银行 它有发布一个报告 它有告诉大家 这两个它把它加总在一起 大概八成多 八成啊 所以八成是硬着路 对 所以那十个percent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 只有十个percent 有十个percent有机会软着路 那惨了 如果会硬着路 那股市不是惨了吗 2008年股市也跌翻了 是 那这块来讲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个 所谓的次贷风暴 当时跟现在的差距 应该简单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提到说 次贷风暴 当时的这个利率的问题 现在就在上礼拜五 已经来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 单周创最大的涨幅 那苏然呢 突然整个美国的房市突然紧缩 因为大家突然都不敢买房了 买不起啊 简单道理 上礼拜央行也升息半码 比如说台湾一直以来 已经升息了一码半 一个月的1000万的贷款来讲 一个月利息就多 接近2000块左右 那美国是升息了 这个所谓的三码 所以等于说是1.5码的两倍 所以严格来讲说 他们一个月的一个部分来讲 就接近多了4000块 前面升更多 这次升三码 前面又升了一个两码 前面又升了一个两码 对 而且重点是在下个月 他其实已经升了六码 对 包括甚至在七月 九月 都还可以预期再升息三码 所以未来来讲 可能这个房市来讲 一定会很容易就出现 这个崩盘的现象 好 所以事实上 美国房地产现在已经陆陆续续 开始有违约的情况了 那我们回到股市 OK 既然整个条件背景都很像 股市会复制吗 OK 我觉得这一块来讲 我们现在不敢先说肯定的几率 但是我觉得现在 有那个趋势在出现 简单来讲 其实美股上一次 在这个所谓次贷风暴的时候 下跌了五成 其实台股跌幅会比美股 稍微多一点点 那一次美股跌了54% 台股跌了57% 对 那么这一次美股现在跌了19% 台股跌17% 对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 照理讲我们的风险会比它高 所以我们照理说 应该要跌得比它多 所以后续来讲 我们的压力可能会 相对持续的一个增加 好 那压力会在哪些个股身上 主要来讲毕竟外资 都还是以全职股为 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目前来讲 投资有把握几个原则 第一个是把握 目前6月底到7月的空窗期 大家想一下 就是在这个所谓物价 跟肺的升息 6月的利空都已经看完了 7月要等到7月初 所以从这个6月20 一直到7月初 刚好是一个利空的空窗期 所以指数有机会 稍微反弹一下 重点中小型租群 跟指数没有相关的 整个弹势力道相对就比较大 所以因为中小有机会反弹 是 那小量资金投入 那告诉大家近期呢 市场比较夯的 包含生计啦 包含飞机零组件 网通跟原物料族群 中小型个股都可以看 其中的生计来讲 它跟指数比较特别 它是有点逆相关 当大家在叠的时候 会害怕都会往生计族群躲 所以相对来讲 个股就会比较有表现 那生计我看到你列了 药华药跟剧情 哪一档有机会比较大一点 对比来讲我觉得剧情 当然比较好重点 它还是在所谓的本益比 大概在20倍左右 药华药是没有赚钱的 所以相对来没有本益比 股进比2.89倍 我们来看一下4162的剧情 10年盘中走势呢 早盘开高震荡走高之后 一直都在平盘之上 中场是上涨1.88% 如果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呢 这档个股近期在一波修正之后 确实出现了反弹力道 不过在今天留了上一线 是 那主要还是因为 它的这个信要有办法销售到 中国的一个利多 那在投信的部分看好这个利多 持续的买超 所以短时间而言来讲 只要这个筹码 投信就是投信的筹码 对 在它有进场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季底的时间点 有机会有这个作战行情 可以期待 反正大盘不好不妙的时候 升级就有机会 是 没错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万五到底守不守得住呢 万五各位怎么看 认为守得住的给圈 守不住的给差 请举牌 万五守不守得住呢 我们看到有 两票差 三票圈 来 应量给圈 我觉得这礼拜应该还有机会 因为这一波股市会跌 是因为通膨问题 通膨是因为油价问题 所以你认为守得住的意思是 在短线上有机会先谈 对 有机会先谈 那谈是要卖还是不卖 我觉得谈还是要先卖一趟 但是短线 还是谈来让我们卖的 因为我认为谈的原因是说 油价有回档 礼拜四这个拜登要把七大油商集合起来 所以油价可能还会再压抑 那油价只要下来的话 通膨一律就会稍微暂缓 那股市就有就会谈 所以我觉得万五应该是守得住 我刚讨论 泡沫破了吗 原物料的泡泡真的在创新高之后 要开始破破破破掉了吗 那么在原物料族群当中呢 其实今年有蛮多公司进行经营权争夺战 在原物料股的争夺战里头 最近即将要召开股东会的是福茂油 福茂油这家公司也非常有意思 曾经被市场派拿走 又被公司派夺回来 现在市场派又要卷土重来了 所以在纪念非常精彩 福茂油经营权之争战事重启 特别是卷土重来的 其实是市场赫赫有名的大作手 对 那福茂油呢 它这一次应该是第四次的双方交手 那从过去呢 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届了 6月23号市场派跟公司派之间 要争取经营权 那现在的一个 它的公司的原来的公司派 也就是老公司派呢 许佳 其实它的持股是超过50% 但是他们也担心像上次一样 如果配票配得不好的话 整个精英权又会被市场派拿走 那福茂油呢 其实是国内第二大的油脂公司 而且你如果拿到福茂油的一个精英权呢 你还有它两家子公司 一家叫做中联油脂 它占了33% 一家叫台湾大食品 它占了63% 那台湾大食品做面粉的 刚好一个油 一个面粉 刚好又是现在的粮食危机有关 那讲到上一次 2019 那2019呢 许佳它的持股是50.17% 那市场派呢 是47.1% 结果呢 许佳在配票的时候呢 它是采取平均配票 结果市场派 47% 你如果配不好 理论上来讲赢者全拿嘛 所以它就集中在读董这个部分 结果想不到了 许佳这次配票失败 在六名的一个董事里面 他拿了四董 结果呢 三个读董没有拿到 而市场派拿了两个董事 再加三个读董 五比四 精英权就拱手 让给了市场派 当然目前来讲 我们看这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 也就是说从2019再回到2016 到2013 其实每一次都是这两个在打 那每一次的出息率都会长高 像2016出息率92.12 2012那更厉害 96.95 变成这样吗 变成这样 阿冠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委托书就收得很高 我说大家很高兴 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去参加 是你的委托书 因为那个价钱太好 不卖了 所以他们手上拿这么多委托书 很拼 对 市场派其实叫做吴君权 吴君权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介入到胡莫友 本来是一个大股东 慢慢慢慢一直买一直买 而且呼朋引判 通通进去 那2019他拿到金钱的时候 就叫他的妹妹 叫做吴美红当董事长 想不到在2019年 2020年的时候 出现了所谓的掏空遗云 他的妹妹用9235万 去买他们自家的心态股票 而且高买之后 后来让公司亏了2000多万 所以他是以所谓的掏空 以及内线交易被起诉 那整个金钱又回到了许家 所以许家在2019跟今年中间 这个中间金钱已经变更了两次 那讲到吴君权 他以前是在 曾经在证券公司里面 后来赚了钱以后 他就切入到这个星泰公司 那星泰公司他目前来讲 他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不过在2019的时候 他也因为星泰公司的炒股案 被重判 一审重判了12年 目前来讲还没有定业 那这个时间是在2014年的3月到7月之间 他请了金庸当操盘手 那2014... 我打个岔 这个金庸是股市的金庸 可不是写小说的金庸 写小说的金庸已经是 这是股市作手 对... 所以他是跟金庸配合 是 那其实在2014年的2月的时候 这家星泰每天成交 差不多不到100张 那那时候最低从3月起涨是25.85 涨到7月是52.5最高价 那这个中间只有短短的4个月 那公司释放的利多就是高雄厂 要做一个资产重估 那这个中间因为牵涉到高买低卖 就每天高买然后低卖 牵涉到对冲这两个账户对冲 那里面有人头户 有一些作手的一个户头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被抓 所以目前来讲这件事情 还没有解决 6月23号会非常精彩 因为市场派卷土重来 上一次市场派 竟然以比较少的持股 打败过半持股的公司派 那么这一次呢 不过说到原物料 长荣刚已经交开过股东会了 马上24号举行的是董事会 弟弟派也推了一个董事长人选 哥哥派也推了一个董事长人选 照理说如果从股东会的结果来看 应该是哥哥派会胜出 但当然现在市场有很多的传言 不一定啦 就是说他们两个推出来的人选 其实是一个师徒关系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那就是像选议员一样 那是退票问题 现在是要选议长 是跑票的问题 那这个跑票 你不要小看 那个议长一票可以到三千万一亿 所以这一票太严重了 那我们来看 在当初在六月十号的时候 那哥哥派是拿到了三董加一毒 那弟弟派是拿到了一董加二毒 那也就四比三 那哥哥派目前来讲是赢了 但是哥哥派里面的三董里面 有一董是殷起的票 所以目前殷起的票 它形成一个关键票 那当然现在市场派有一些所谓的法人 他就这样估啦 他说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殷起这一票保持重力 怎么可能保持重力 难道要用抽签了吗 对不对 第二个就支持哥哥派 那当然要支持哥哥派嘛 当初的票跟哥哥派一起配票的嘛 那如果他支持弟弟派的话 哇那不得了了 那就变成跑票了 那弟弟派就拿到了经营权 那这一次弟弟派推出来的人 叫做李宽亮 那李宽亮呢 还有哥哥派推出来的 叫做林耿利 李宽亮是林耿利的师父 所以弟弟派推出师父 那哥哥派推出他的徒弟 所以变成兄弟之争 变成师徒之战 那这样的戏就好看了 我们来回想到两年前 那两年前也是长龙岗 那长龙岗两年前的时候 哥哥派曾经六顾茅庐 去找谁 找这个张 这个李宽亮 那李宽亮手上有票嘛 他说拜托那时候选董事 他说你能不能把委托书给我 找了六次 后来两个人谈妥了以后 就委托书签给哥哥张国华 然后第二天他就飞到日本去 那给了签张国华以后 他就按照双方的约定 就飞到日本去手机关掉 就跟外界没有联络 想不到 在选举之前两三天 他跟他一个好朋友讲 叫他的好朋友跟张国正讲 他要更改 他不想投给张国华的 倒戈了 对 他从两三天前偷偷地从日本回来 在开会那一天 他取消委托书 因为我本人来 我本人的一个选票 我的一个全职 我可以直接取消掉 就像更改硬件的意思嘛 然后我就投给第一派 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元首结清嘛 那讲到这个李宽亮 他在这个长龙 他在长龙已经四十年了 从海运 然后做到后来货柜 那货柜以前叫做 这个长龙的一个重工 他成立一个长龙重工 那以前长龙的货柜是委外 在高雄委外去修理 货柜要弄到经到国家 要修理 然后新的要新造 后来长龙我觉得 这个想想自己来做 所以在中立就成立一个长龙重工 那李宽亮从科长做到 变成货责人 那时候长龙重工 还没有独立出去变货责人 所以他也在长龙立了汉马功 因为成本压力 然后长龙的一个 整个外面的竞争力就增加了 好 所以外界在看 到底六月二十四 试图对决谁胜出呢 不过我们回来看股价 既然谈到了原物料的泡沫 相关的个股怎么看呢 对 那这一次很奇怪 就是所有国际原物料 在涨的时候 台湾的原物料都不涨 石油在涨的时候 台塑集团还有二线的说话股 统统在跌 现在跌他会跌 就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张力也不长 跌就跟着跌 我们来看台泥 台泥它的股号是1101 也就代表台湾民国51年 元月3号成立的时候 第一家就台泥 这有夠有名的 那台泥它现在 今年的一个预估 它的EPS是2块5 2块半 那目前来讲 38块39块附近 其实不贵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从传产的产业 已经切入到高科技产业 第一个它切入到减碳 就是一些汇气物的处理 第二个切入到绿色的能源 也就是说像风力 像一些其他的一个能源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 第三个切入到电池 点滴啊 它有一个三元能源 股份领线公司 专门在做点滴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家公司已经慢慢它在滑力转身 所以也就是说 最近的原物要在跌 比较不会联动到它了 对 所以这档个股已经滑力转身了 开始做高科技 做电池 做节能了 对 但是刚刚官也讲过 现在其实是没有理由的一个杀盘 所以它还会不会再往下 当然还会再往下 所以你就分批去买就好了 好 既然刚刚谈到了长荣 我们回来看长荣 我们回到宫格 好 可不可以来谈一下长荣 长荣怎么看呢 因为下周要出席啊 对 那长荣我们来看贴线图 今年好像都贴席 杀生融融 其实长荣在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就减少了两万多众的融资 照理来讲已经杀第一波了 那今天杀第二波 当然有外在的因素 马斯基的那个CEO出来讲话 那当然就借着这个机会再打一下 这样的话 真的斜了有很清晰 这个斜了有很清晰 而且现在自营商 长荣是投信在买 那杨明是自营商在买 那其实投信既然在这个时候 敢继续买的话 外资也没有什么大卖啊 今天我煮我 人不是我台 乡手是谁 找无用手你知道吗 原来就是被群殴啦 被群殴被围殴啊 对 被围殴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今天是呢 杨明也好长荣都跌跌很深 但是你不要小看杨明 在尾盘拉了三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杨明盘中 什么事 2609.5 尾盘拉了三块钱 尾盘真的偷拉 偷拉三块钱 这代表什么 没做别的 还有最近听说 上个礼拜四礼拜 谁带买家吗 我最喜欢听说的事 听说 偷偷跟你讲 兽贤已经进来了 国太人兽跟互邦 跟那个已经进来了 买成龙和养民吗 不是 就买台股 买台股啊 买台股啊 好 那我们来投一下票 海韵股通通破底了 三雄都破底了 問題是韓息這麼高的海韻股 到底能不能做多呢 下週要除息 能不能參加除息呢 請舉牌 如果可以做多參加除息的 請你給圈 請舉牌 我們來看到 兩票圈 三票差 汪老師為什麼可以差 因為如果要參加除息 就是一定要先看好它 對未來看好它 你不看好它 因為連馬士基都不看好它 因為就是怕 就是以後運駕如果雪崩 就是蠻難填息這件事情 所以不要參加除息 我們回到台語經濟最重要 帶你來關心的是 高融資使用率的個股 雖然股價還沒有崩跌 你還不會接到電話 但未來有沒有可能 成為踩踏標的 就大家都有啊 拼命跑啊 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另外如果已經瀕臨 要接到追腳電話 或者盛行接到追腳電話 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所以請音量幫我們來解解 最慘當然是已經接到電話的 對 沒有錯 那高融資使用率 如果股價表現還不錯的 是可以稍微再等等嗎 還是 我覺得要看整個盤面的氣氛 就是說盤面氣氛 有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些高融資使用率的股票 其實反而是最危險的標的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氣氛一定不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說 高融資使用率的股票 短線都不要去碰 我橘基單股價為例子 不是 那手上如果有的呢 有的話我建議大家 就是有獲利你趕快賣一賣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以線型來看的話 裡面應該是有一些主力大戶 利用這融資在控的這些人 有獲利趕快賣賣 沒獲利也要賣賣 沒獲利我覺得也是賣賣 因為盤比較危險 真的 有獲利沒獲利 反正就是要賣一賣 好 我們來看新勝利 新勝利你可以發現 融資使用率74.76% 這是融資使用率排行第二名的股票 長城是第三名 第一名叫海灣 不過量比較小我們就不看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說 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的線型都很強 但是到今天怎麼樣 也受不了了 再殺出去了 因為盤太恐慌了 所以裡面的主力大戶可能怎麼樣 也受不了了 趕快就先把它賣一賣 各位你要了解 這一些股票 這邊他們出脫的話 如果這盤後面在恐慌的話 他們一定是怎麼樣 不計價倒出來 所以你這邊如果去接刀子 一定會受到傷害 尤其是什麼 新勝利 新勝利在這個漲的過程裡面 很多散務投資朋友 都買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 現在賣其實也沒賠多少 乾脆開一開 我覺得乾脆就把它砍一砍 就停損 因為盤真的不是很好 大家一定要把子彈守住 小虧為贏 來 藥勝呢 藥勝也是一樣 藥勝也是跟電動車有關係 那你會發現 它的型態還算強 但是今天也是有出現一些 黑K棒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是怎麼樣 不要去接 然後該賣就把它賣一賣 因為它融資使用率 大概也有大概六成左右 但金鴻就比較尷尬了對不對 金鴻可能套面比較尷尬 這一六檔股票裡面 現行來講的話就它最弱 其他其實都還很強 你或許想說再等等看 可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像這個華府 新勝利也好 這些儲利大戶在賣了 你要怎麼辦 你就跟著趕快砍一砍 會比較安全 這些股票我認為就是說 先把它現金入貸為案 包括長城和重貸證 還是要先入貸為案 這個還不是最慘 最慘的應該是 已經接到電話的 應該是接到電話的 我問他要報告 上個禮拜五 大概有86家的融資 維持率大概低於130% 今天又更多 今天絕對破版 明天一定會有一堆追腳令 如果你明天早上不補的話 很多股票就開出來 所以明天大盤 應該是先開地再說 那這些股票怎麼辦 我建議大家 你就看一個準則就好了 這些股票 你看看它的整個產業面 到底誰是下半年還有機會的 下半年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你補沒有用 因為你補了它還是會跌 那這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做台積電設備的概念股 台積電設備 台積電概念股 對我覺得設備 台積電設備下半年應該還有機會 因為台積電設備支出 資本支出會慢慢增加 所以我覺得旺潤 如果有的話 可以 有錢的話把它補一補 再來星星的話散裝的部分 貨櫃三小都不行 所以這邊來講 我建議大家就不要補了 你剛剛就讓它斷 讓它斷掉 蹲帶這個面板區都愛心 我們在節目上講過很多遍 面板區跟面板有關絕對不行 所以這個也不要去補了 來 金豪科 記憶體也很慘 因為下半年的產業需求來講的話 沒有那麼旺 所以記憶體相關的 我建議大家也不要補 那偽權店是跟NB有關係的 NB現在需求已經減少了 所以這邊你補等於白補 你現在如果還有50萬 你丟下去也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所以乾脆就不要補 綜合的部分鋼鐵 今天中國大陸黑色系 青衣色都大跌 所以短線上產業需求是有疑慮的 所以鋼鐵股我認為也不要補 所以這裡面來講的話 跟台積電設備有關的 我覺得還可以撐一下 其他的要特別小心 其他的股票 像今天很多跌停板這些 這個應該融資維持率都有問題 所以這些股票 下半年產業趨勢沒有的話 我建議大家就乾脆怎麼樣 不要補了 給它斷就好了